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怎么样才能够练好搓球时的版型 他说在练搓球的时候想把这个球搓得非常转 而且可以刚好贴着这个球网过去 但是自己练的时候发现如果过来的球旋转不强 他拍面他不是想把它搓低一点吗 搓平一点吗 拍面利多了以后发现总是搓下网 然后过来的球稍微的下旋强一点 他想拍面平一点去搓 结果老是冒高 所以他说这个对来球的旋转把握的不是特别好 是什么问题 是手感的问题呢 还是动作上面的问题 讲到搓球啊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关于搓球的一些认识方面的 就是很多人认为搓球就一定要把球搓得多么转 你把它搓得弧线低 这个是肯定要做到的 是吧 弧线高了 别人可能直接上手了 但是又想搓得低 又想贴着往过去 然后还要很转 我可以这么说 连国家队的也没有办法保证 我每个球都可以这么处理这么好 所以说我们对于初学者而言 搓球最重要的还是把球的弧线控制好 要学会根据来球的不同旋转去调整你的拍形 先不要去主动的加旋转 而且呢 也不要主动的去搓那种 就比如说一下上旋一下下旋这种球 你搓多了 你反而这个动作啊 你找不到感觉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们就是搓下旋 过来的就是下旋球 你先去体会借助球的旋转 把球控制上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搓球的时候 怎么样能借球的旋转 把球的弧线控制好呢 记住 搓球不是靠你发实力的 要像打太极拳一样的借力实力 所以你的整个前臂手腕的动作一定要柔和放松 一定要非常的柔 你如果是很刚硬 硬邦邦的 整个手臂硬邦邦 手腕硬邦邦的 这样像砍柴火一样的 是吧 去劈 去那样往下剁 那肯定戳不好 你是 你可能有些球偶尔剁过去有一个狠转 但没有上台率啊 我们戳球要有上台率嘛 这讲的第二点就是要以柔克刚 借力 使力 第三点呢 我们说了就是学会控制旋转了 对吧 你能够根据来球不同的旋转去调整拍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手感的问题了 因为你没有手感 比如说啊 刚开始学球的有这种感觉 好像手和身体是脱离的 包括我自身 我有 我去体会过啊 我用左手去打球的时候 我可以顾得上动作 但我就顾不上球 我总觉得这个手跟这个身体是脱节的 那业余爱好者也是一样 你手上没有手感 所谓手感是什么建立的呢 靠什么来建立手感呢 大量的重复训练 对吧 你有了高强度的训练以后 自然手感会越来越好 你针对不同的球 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细微的调整 那手感就讲到我们手指手腕的调节了 戳球手指手腕的用力是特别多的 它要用到我们手腕的旋转的转动 去控制拍形 对吧 要用到手指的发力去进行摩擦 然后前臂的这一块呢 主要是调整我们的稳定性 保证我们前臂弹动手腕发力的时候 摩擦的时候稳定 你像有些人戳球的时候 有的这个走关节啊 瞎摆 控制不稳 一般戳球的时候 走关节 这个大臂和身体贴的会相对来说比较靠近一点 它不会这样去戳 这没法控制 是吧 大臂和身体稍微贴的浓一点 然后呢 重心压低一点 身体重心 你不要站着直直的去剁 那球弧线过来很低 你只怎么戳呢 没法戳 所以身体重心要下来一点 这个时候 这边固定好了 走关节大臂和身体 这个固定好了以后 你的前臂再带动手腕 去调节拍面的时候 就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第四点就是说 戳球的时候很多人是喜欢横向发力的 我看有的戳球啊 从右向左这样戳 这根本没有办法把球控制稳 戳球 它是一个以纵向发力为主的 你在借旋转的时候 手腕的抖动摩擦 是从后向前去摩擦的 从右向左是很少的 我们的手腕是不会主动的 从右向左去发力去摩擦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边戳一边讲 现在过来的这个球呢 是下旋 是一定的这个下旋球 那么在戳的时候 初学者我们不要求说 你一定要这个 把球戳得都不转 你可以先调整拍面 下旋球弧线比较低 然后旋转比较强 拍面 稍微往后调整一点 稍微后仰一点 然后去摩擦它 重心压低一点稍微 然后拍面 在戳的时候拍面后仰 后仰以后 这个拍面角度差不多是30度左右 后仰的拍面角度 差不多是在150度左右 是吧 150到160度 然后根据来球的这个旋转 你看这个手腕 向前 你看有的发力 为什么下网太硬了 这个手臂太硬了 想把这个球摩擦很转 结果呢 这样去剁的话 很容易打到网 是吧 很容易下网 所以这个摩擦的时候 手腕揉一点 揉一点 稍微揉一点 这个拍面呢 有时候也要做一个这样的调节呢 你不能完全是一个角度 这样横着用力 你看有的是这样的 这样戳的 是吧 要么就从下向上直直的 这个手腕硬邦邦的 手腕揉一点 看一下揉一点 放松一点 是吧 这搓下旋 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放松 然后再放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戳的是下旋球 是吧 我还是强调几点啊 一个是注意手指手腕的这个发力 它不是说完全固定使得这样去切 对吧 你看我在戳的时候呢 先是这样的 引拍过来以后 戳完了以后 它有点前臂带到手腕 还有点往前送的感觉 是吧 这个拍面的不是完全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而且很柔和 借助球的下旋 对吧 这个时候拍面比较平 差不多后仰在160度到170度左右 这种角度去处理下旋球 搓的时候 再来看一下一般的不转球 这种台内短球去搓的话 你平着肯定会冒高 对不对 那你肯定拍面要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力点 这个力多少呢 还是根据球的旋转来判断 我之前说过你对球可能练习度不高的话 你没办法去判断它的应该力多少 但是对于运动员而言 他基本上一看这个球才知道 我应该拍面是什么角度去处理 我应该往下去切多少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就是不转 是吧 你拍面平着 像刚才那样戳的话就高了 这就冒高了 对吧 拍面抖一点 抖一点 然后光往前没用 它还是会高 光往前没用 还要往下 拍面立点 往下去切它 是吧 你等于要把这种不转或者是上弦 把它变成下弦 所以这个手腕的抖动很重要 向下的这个抖动要充分 尽量呢 把它控短是最好 你如果控短高了 这个也没用 是吧 控短高没用 别人一样可以发力打 所以控短还要低 扶线还是尽量低 高了 不 FM 按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这种球不转 你不能等太多 不能等到弹得很高的时候去处理 球刚已落台的时候 就要接触球 再一个呢 这种抖动 瞬间的抖动一定要很快 一定要非常快 慢了 触不来旋转 再第三点呢 就是在这种不转球 去把它搓短 然后搓转的情况下 手腕的抖动一定要很放松 不能僵硬 特别不像这种去切的 由上而下去 这样切的不行 抖动一下 这样抖动一下 注意看啊 这个前臂当中手腕 这样的寸镜 它不是这种大幅度的 动作很小 这样点一下就行了 虽然说它点了这么一下 但是这个手上的调节 是很细微的 它需要很细微的调整 你可能看到它 好像拍面没什么改变 其实它有一定的改变 它不光是这样切 对吧 先是抬高上来以后 抖动 抖动切来来 然后还有个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 光往下切 这个球过不了网 它会直直地打到网上 所以还要有一个 向上的这种 这种抖动 才能出来这个球的旋转 才能把它控短 那所以戳球啊 你可以说它很简单 对吧 你把它戳上台 每个人都可以戳 但是也很难 你想把它控短 又把它戳转 非常难 我们还是强调一下 就是说 前面讲的那几点 大家一定要循序 渐进地来 不要想 我一板把人戳死 不可能 比赛当中不存在 说靠戳球 得分进攻的 戳球只是 一项控球技术 对吧 你的目的还是说 让对方不好起手 就行了 对方不好起手 他再戳回来 你有机会呢 你就可以上手去拉 这我们今天讲了 关于戳球的基点 希望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零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 请打开微信 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进行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